台中有民众到马卡龙公园玩 把爱车停在路边空位 悲逼男子持棍棒恐吓威胁 说不准停车 理由是会挡到他的货车出入 警方获报之后 以防害自由恐吓罪嫌将男子移送侦办 而另外在台中也发生了送货的冲突 大楼管理员帮住户带电未付款的包裹 询问管理员多少钱 却被呛瞎眼瞎不会自己看吗 管理员被恶言相向 就瞬间理直线断裂 当场把送货员赶出去 大楼门口送货员和管理员 你一言我抑郁谁也不让谁 管理员拒收肉身挡住门口 还把包裹往外推 送货员不让步 强行进入比管理员签收 一号上午九点多 送货员到台中北屯这栋公寓大楼送货 疑似口气太差 惹火管理员 管理员坚直气炸火速贴出送货员照片 公告住户不准让他进到社区 致电物流公司仅表示有听闻此事 结稿前未取得回应 另外在太平的这个工厂也发生冲突 男子持棍棒恐吓不让民众停车 因为这附近有一个超夯的马卡龙公园 许多民众前来游玩 但停车格不够 常常把车停到他的工厂外 影响货车出入 有时一停都找不到人来移车 不过这里不是红线也不是黄线 警方说民众合法停车没问题 但男子拿武器企图攻击 最后还是得为自己失控情绪 负起责任